重機騎士穿越十字路口 沒想到就在下一秒 長龍燈轎車強力猛撞 騎士當場被撞飛 將近兩層樓這麼高 就有重重摔落超商門口 轎車也失控旋轉180度 心悚意外就在宜蘭礁溪 御龍路口 重機全毀 騎士跟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送一搶救宣告不至 生死瞬間 還有這幕 一輛一影車左轉到一半 藍色轎車高速衝了出來 藍色轎車當場被鑽了起來 噴飛路跑後置燈 最後撞到分隔島才停下 車殼碎片四件 地上沙塵也被吹起 花蓮台八線上 疑似車速太快 釀成碰撞 還好車上兩人 並無大礙相當驚險 同樣也很離譜 還有這位駕駛 黑色轎車開到一半 突然失控 夢撞路邊白色轎車 竟然還沒踩刹車 一路往前繼續推撞 路邊五輛急車 如保齡球般全倒 說出很快 就是殺不住啊 就一路一直撞 撞到全家那裡 黑車暴衝失控 不僅撞車 連路邊店家招牌 柱子全都遭殃 屏東知名駕駛介事 因為自己血糖過低 才撞車 還好沒撞到人 但連環追撞 恐怕得面臨不小賠償 同樣也是上路失控 肇事的還有他 直接一讓白色轎車 高速闖紅燈 整輛車乘45度傾斜 來個肥炎走壁 夢撞路邊小旅車 再撞斬腳店家 整輛車四輪朝天翻在半路 一輛五街鄉上演 這起離譜車禍 駕駛一度受困 好在送衣沒有大礙 肇事原因還有待釐清 開車上路還是得謹慎慢行 否則小心連命都沒 既然黃天堯分享 喬綜合報導 大家要開啟小鈴鐺喔